我要去當兩天一夜的宜蘭在地人 老闆好好吃喔 宜蘭這在地宜蘭人是不一樣啦 這個廚房花了你多少錢啊 大概XX左右 從出去的老闆說呢 等一下我的觀眾 XXX 怎麼樣 平日發五折 然後假日九折 而且是永久 宜蘭真的好適合生活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軒 今天這支影片呢 是旅途聊天室的出外景 在這個系列呢 我會去拜訪在不同地方生活的旅人 所以我今天呢 請到一個我從小在宜蘭長大的朋友 就是 陳惠傑 嗨 大家好久不見 不要想我 真的是好久不見 今天呢就是特地 他從台北開車下來宜蘭 我要去當兩天一夜的宜蘭在地人 今天這支影片 我們會就是完全就是過陳惠傑 他平常在宜蘭的一天 因為呢 他之前就住在別的地方 但他前陣子就搬回宜蘭 然後他就是替自己改造了他的家 我也很久沒有來宜蘭拍片了嘛 所以我想說這支就下來 來看望一下他在宜蘭過得如何 那我們第一站要去哪裡 我們第一站呢要去吃一個 我最近發現的新的餐車 然後我覺得很好吃 我覺得他的香腸堡非常厲害 因為我前天才來宜蘭 就是我們去牛奶海玩了一天 大家都一直跟我狂推 那個熱狗堡有多好吃 但滿期待的 有最推薦的嗎 1號2號是咖啡 它是蛋器咖啡 然後是Cobre 上色的話 我們總共用了六個不同的配方豆下去配方 它比較像是 馬鐵的口感 風味比較濃郁一點 但是都沒有加奶 然後就是靠氣力 然後它有這個呈現 然後Sum Rice的話比較酸一點 因為它是淺焙 它的咖啡豆的話 我們是用兩個不同的淺焙豆下去配方 那有酒嗎 有啊 4、5、6 焦flame的酒 所以你也可以喝到焦flame 然後我們 你要買一家冰茶 就是大家很喜歡 喝一杯甜甜的 從下午就開始喝 沒錯 阿姨還是快樂去酒 他從以前出門都會這樣 他的一天他一天 YES 我今天是苦命司機 沒有喝酒的命 宜蘭生活就是從下午就開始喝 這個是今年開的嗎 上禮拜開的 所以有一個新地方可以喝酒 對 最新的 通常就可以開始喝酒 它其實就是台北新義區 需要排隊那個jofland 然後在宜蘭也可以喝到 然後它晚上是戶外酒吧 所以也有開這樣 我覺得很好喝 就是它沒有什麼中的酒 這餐廳好像是jofland的明星調酒 就是他們那裡賣最好的這樣子 然後因為老闆跟Alex很好 所以jofland的老闆 就讓他可以在宜蘭賣這樣 謝謝 它很厲害的地方呢 是它這個麵包體 是專門特製的 然後它是一個藍帶廚師 他就請老闆幫他特製的這個麵包體 所以麵包超好吃 這個香腸呢 是一個法式主廚做的 上面紫色洋蔥 還有裡面的梅子醬 是他的加州老婆製作的 你跟我搶熱狗堡的時候 我就是想說它 就是很像大亨堡 但不是 它是用麵包 很好吃耶 這次點的香腸口味是香草 所以它的香腸是比較清爽的那種 不是重口味的 你是幾號 我是辣腸 所以會比較重口味一點 你要吃一口乾淨嗎 好 吃一口 就比較有味道 所以它重口味也可以點 再加上它的那個紅洋蔥跟梅子醬 所以它整個就是很清爽的感覺 跟大家一般想像的那種 熱狗堡是不一樣的 它就是完全不用番茄醬 就超級好吃 對 它的整個味道調味都很讚 我上個禮拜吃了就覺得 哇 超好吃的 一定要帶你來 剛剛老闆拿出了一個內用杯 他說這兩個明明是不同的杯子 可是喝起來感覺完全不一樣 這個味道比較好喝 然後比較有層次 這跟紅酒概念是一樣的 老闆在宜蘭開這個真的是很厲害 我已經很久沒有來神輝姐家了 她一年多前改造了房間 哈囉 嗨 她妹妹在 嗨 妳好久不見 嗨 妳好久不見 歡迎來到我房間 妳房間變得好有質感喔 可是東西很亂 因為就會是兩個小妹妹又回來 因為平常陳惠姐都是在家工作 在她這個舒服的房間裡面工作 所以我們今天是真的來工作的 妳不覺得妳在裡面變蠻好看的嗎 我覺得我在鏡頭裡面都蠻醜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住在宜蘭有多爽 這是我家外面的景色 每天都看著這個田 這邊很適合拍夜配照 真的很療癒欸 而且是一走出你家就是這種 這真的是一走出我家 這是我家的地下室 就是 因為陳惠姐在宜蘭的生活 就是每天會自己煮飯 所以我現在要陪她去買菜 那我們現在要去的地方呢 就是所謂宜蘭人的 全年嗎可以這樣講嗎 可以這樣講 只有宜蘭有的連鎖操 是叫做喜霧會 我們之前有在喜霧會拍過榴槤欸 對啊 然後快去看那個影片 真的不買了嗎 反正要買榴槤 超臭 臭爆 但是這次呢 我要帶大家去看 宜蘭喜霧會才有的食物 我覺得它厲害的是一些 奇奇怪怪的東西 我超愛嬌蘭啊 嬌蘭啊是什麼啊 蛤 你知道什麼是嬌蘭啊 嬌蘭是那種 我是很熟小的 我可能沒吃過 真的嗎 等一下笑給我看 大家知道嬌蘭啊是超重的 買一個吃飯店鋪湯肉 似乎會跟我上次來的時候 有點不太一樣 對啊 因為它現在全部 rebranding 重新送往 宜蘭的超市 就是喜霧會會賣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 例如你看現在終點節 他們就會賣這些 一碗一碗的 拿來拜拜用的 我這裡賣碗 哇 看起來很好吃耶 還不錯 你要吃嗎 是蔬菜啊 要嗎 可以當明天甜點 喔 明天當甜點 全連看不到這種雞蛋的賣法 就是用秤重的這樣子 三星蔥油雞還有醉雞 整隻的喔 哇 宜蘭才有的溫泉空心菜 你看它梗朵粗 它超好吃 它完全不會老 它是用溫泉種出來 這個嘛 像這樣賣的喔 你看蛤蜊都這樣賣 這個看起來好好吃喔 它們蛤蜊好吃 而且很大顆 哇 一大塊鴨血 17塊 哇 它走在冰箱上面耶 它麵也超好吃的 它們的片體都超好吃的 一份這樣30塊而已 就如果要煮一些烏龍麵 怎麼搭就在這裡吧 看來住在宜蘭是也很適合下廚的地方 接下來要介紹一個 包裝長超級醜 可是超級好吃的椒鹽 居酒屋不是都會有那個椒鹽很好吃嗎 它就是居酒屋一模一樣的味道 就是它 它超好吃 你只要煮任何東西 你弄上去你就會以為自己在居酒屋 它強到每一個來我家吃飯的朋友 回家以前都會說 欸你可以知道去洗屋會一下嗎 然後買這罐回家 你要不要帶罐 我們現在要來吃一間我好幾年前就很想來吃的 終於來了 板前日式服派丹料理 沒錯 這間我吃了10年了 吃10年 對吃了10年了 沒有花張 然後這個師傅呢 是日本非常有名的一間 日本板前的師傅這樣 它比較特別的是 它大部分都是用宜蘭在地料理 不知道我們今天會吃到什麼對不對 就知道 去了就知道了 每天都不一樣 但這不是我的日常啦 這樣子有點太貴啦 直接今天我來 對對對 對 你好 光是聞到老闆在切那個三星蔥 我覺得好香 好餓 今天我們來吃的是 冬季的新菜單 不然你可以拌一拌再吃 這是布拉皮 中時的蚵仔 這個是我的愛 你等一下吃吃看它完全沒有腥味 いただきます 蚵仔是不是完全沒有腥味 滿腥味 很甜欸 我是第一次吃這種布拉皮 我最愛的鮭魚 我最愛的鮭魚 算鮭魚肉是比較油的部位 可是因為它是用烤的 它是加上上面那個味噌鮭魚 長根下面 鮭魚鳥就起來很美 鮭魚飯敲燒 是用日本傳統記憶的方法 用宜蘭的大鮭魚燒而成的 所以它的魚外面是熟的 裡面是生的 我覺得這個雞肉是三層 晚上二層 大概會煮五層 是用塩烤魚肉 每次都看它這樣子燒海苔 我就覺得好像很簡單 我就在家裡燒 結果海苔燒起來 這邊沒有了 我覺得它厲害的地方是 它會依照食材做這種的搭配 那老闆會用史祝慧的你煮的鹽嗎 我一副推根下好了 鹽蝦配肥海藻白蛋 先不吃 嗯 走開啦 怎麼樣 只能說 今天太合適了 天下真的很鮮 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是我們今天一起來吃飯的小牛跟鹿 他們是宜蘭人 我麵很常來吃 這超甜的 海膽很黏 我知道是口感滿屁來的 超好吃 告訴你們怎麼樣 上面有師傅特製的醬料 油花點霸跳舞 好爽喔 這個炸海膽真的很好吃 它是海膽的天婦羅 然後外面包的是海苔 裡面是紫蘇葉加海膽 每一道都很強 大家去買水天律的十月十月 終於快樂 是許大隔壁桌客人圈律 這個壽喜燒呢 是他們今年冬季最新推出的 Yeah 它外型長得超像外面賣那種起司蛋糕 跟我認知中的玉子燒不一樣 大家看了以上呢 一整頓下來就是拍了非常多的素材 我真是不知道剪輯師要怎麼 因為每一道都很好吃 登登登那插播 你懶人注意喔 重新鮮的老闆說呢 只要我的觀眾接 我們吃飯的圖怎麼樣 一日八五折 然後假日九折 而且是永久 插播 到我早店為止 大家趕快去 八五折喔 我們是吃一個人三千元的套餐 它也有兩千的 所以其實可以看你的食量 只是它就沒有那麼多東西 那你自己吃完你的心得有什麼 心得就是 剛剛我心得還不夠多嗎 老闆好好吃喔 以板前來講 以它的食材豐富度 我覺得它CP值非常非常高 我自己個人很愛啊 畢竟我都吃了十年了 推薦給大家 記得截圖喔 截一個這樣 大家早安 明軒 當起床 今天是禮拜天中午 然後我們現在要來煮我們的午餐 我平常就習慣自己在家裡煮飯 他現在還在樓上 你看我這個朋友多好 還幫他錄影 然後我們現在要煮的是 口水雞 先把雞煮熟 早安 昨天在陳輝姐房間 跟他姐姐妹妹一起睡 到現在中午了 他們這邊的房子都是那種一整棟的 所以他要叫我去樓下吃飯 他直接打電話給我 這真的是在台北小孩比較難體會到的 聽說他的廚房呢 也改造了一番 早安 我來拍一下你的新廚房 這個廚房花了你多少錢啊 大概30萬左右 大家可以翻出就是之前我來的那個影片 應該有拍到他家的廚房 他把中間這個桌子撒掉了 然後這個是全部重新重做的 太多了一個洗碗機 不只洗碗機我發現一台很厲害的東西 叫廚魚雞 在這邊丟下去 廚魚就會不見了 他直接把他整個打碎是不是 對 他把他攪成像粉末這樣 廚魚去哪裡了 缺香水道了 很讚吧 我有十幾年前去美國的時候看到 那時候我就超想用這個東西 可是那時候台灣法規還不能裝 我發現你家現在都有超多智能型功能 我家其實就是個蠻人家族 我們家就坐在宜蘭很超濕 我每一天打起床第一件事 收到廚師機 超煩 你要從B1到4樓 對 你家超多人 所以最後呢我就直接買那種可以直接倒水管出去的 所以我現在從來就沒有到過豬身 一大早喝君妹妹就幫我打了杯香蕉奶昔 好濃喔 欸我上次來是喝你們的蘑菇奶昔的 這是陳惠傑那時候狂打蘑菇奶昔 陳惠傑的主打菜 重點是就是這個醬 我記得 好香喔 哇這些都是昨天喜霧會買的 給大家看喜霧會賣的蛤蜊 給大家看喜霧會賣的蛤蜊 看起來很辣 這個湯呢被說的非常的好喝 可是它其實是廢水 沒有啦就是剛剛燙手水雞的雞肉 所以加蛤蜊煮醉了 所以裡面沒有任何的雞 欸有本來是因為雞加蛤蜊合在一起 就變成鮮菇味了 這什麼西...什麼西瓜味什麼東西 西瓜什麼香菇味 哈蜊...對不對哈蜜瓜味 西加哥沒有...香菇味 很好喝嗎 喔...我張惠傑開餐廳了 你要許我... 沒有人要許你 你先去開餐廳 我曾經十年前... 欸沒有十年前嗎 我大學的時候... 要五年前囉 沒有 還沒...還沒... 有一度很討厭來宜蘭 台北跟宜蘭就很近 所以大家就是有個小週末 我就會想要來宜蘭一下 比如說家族旅遊來宜蘭 學校營隊來 然後跟同學來 然後大家都來宜蘭 每個人行程都排一模一樣 大學時期我就來七八四 然後每一次都去一樣地方 我都覺得宜蘭很無聊 自從... 就是這麼以後 對... 但是在地宜蘭人是不是不一樣啦 剩幾天有拿好 我也覺得很好 重點是是跟誰去 十年前的朋友們你們聽到了嗎 他覺得跟你們出門很無聊 欸沒有 很好玩 我們剛剛呢在討論 會宜蘭姐姐的婚禮 因為他下個月又要辦婚禮 而且是辦一個什麼 夜市原油會婚禮嗎 吃法的部分有點要走夜市風 聽起來還蠻有趣的 總計畫在這裡 他們不想要傳統伴作 他們覺得大家沒有辦法玩在一起 所以我就跑去夜市裡面 去找攤位 結果禮拜六晚上 根本就沒有人願意來我這裡買攤 然後我就找到一個總幹事 然後他幫我把所有的攤位都處理好 到時候大家吃飯呢 就會拿到原油券 然後就去看你想要吃什麼夜市的攤位 聽起來還不錯欸 大家會想看嗎 想看的話在下面留言啊 我就開一集 這個真的很像法式白牌 這是昨天我們在喜戶會買的麻糬 好好吃欸 宜蘭真的好適合生活 很適合搬過來 我現在要來吃他們說很厲害的 只有喜戶會常要賣的菸禮 有點酸 現在呢我要來宜蘭練車 我上次開車就是一年前 跟他們那個 我做發表會的時候 這個廢物就再也沒有練過 我開去新竹 我從台北開去新竹欸 是不是很厲害 然後就再也沒有可以過囉 所以我現在剛好有機會 可以來宜蘭練車 好我現在呢 等一下等一下 這是油門這是煞車對不對 左邊煞車右邊油門 OK 好 應該先打個 手刷咧 手刷先幹嘛 先放下 你好可怕 等一下等一下 我要先踩煞車 手刷先放下 打第一檔 瑤瑤妳開我的車在這壺鬧 我們要左轉 那我要什麼時候左轉 看完沒有車就可以左轉 這裡沒有好綠燈 好可怕喔 路人會覺得我是一個很不會開車的人嗎 上面可能會寫 Baby in car的那種 我現在是開個好的嗎 還不錯 但是妳的方向盤 可以不用一直晃來晃去 我要怎麼知道我在中間啊 我可能要再靠右邊一點點就好了 OK 我開車有進步吧 跟我上次作比絕對有 就上次那個啊 妳把我趕下車的那一次啊 妳說差點抓癢肥那一次喔 那一次真的超可怕的 人生第一次加油 九五加滿 打披打打披打 然後熄火 那妳的第一次加油 妳覺得我這次練車練得怎麼樣 我覺得妳新竹開得比較好 太久沒開 建議就是 第一次請一個月 這裡只要住一次iRent 練習開車 妳就會要順 反正多開啦 我們現在呢來到一間宜蘭的咖啡廳工作 好啦 我兩天一夜的宜蘭在地之旅 在這邊結束 我現在要搭客人回去 而且其實我們今天都沒有在幹嘛 我每天都待在家裡 就真的是我平常的生活這樣子 然後一起去咖啡廳工作 然後在我家吃了兩份飯 最近這兩次來宜蘭我都蠻快樂的 歡迎常來 我覺得我應該很常來喔 大家想要看宜蘭續集嗎 留言告訴我們想看什麼 好啦 掰掰 掰掰